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何還未公佈到 這也是它的理由 假如一個具有 高度古代的寶藏 公佈是很危險的 因為那些古物會被消失 除非政府已經保護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就是當年 在四川發現三星堆的古蹟 初步在地上找到 即是掘開找到古代的肉器 已經在市場周圍賣 但是終於當時 華西大學 就是教教大學的一班專家 去調查 發現是非常厲害的古物 所以立刻通知政府 要保護這一批文物 之後三星堆的文物才保護了 如果還有報紙 說哪裏有東西要收拾 有肉收拾 誰都不去 都不衝過去 每個人都會衝過去 如果現在說 找到疑似方舟物件 假若可能是真的 那些人說 可能是真的 就說什麼都要收拾 拿回去做生物崇拜 也可以 拿回去市場賣 方舟發了一塊東西 這樣也是一個很大件事 所以最重要的是 由土耳其政府 作出檢定、評估和保護 我覺得過了這個程序 公佈的地方 就較為安全了 至於公佈的地方 有一件事 我覺得 雖然目前不能立刻公佈 直到政府公佈為止 這是為了保護民物 和保護國家的尊嚴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有興趣研究 其實可以通過這些機構 即是說發現的機構 嘗試去找尋 就是爬上去再調查一下 可以通過你所見到的情況 來作出反對方舟的評論 我覺得這個 就是較為理性的做法